白露与王鹤蒂主演的新剧《以爱为营》正在紧张拍摄中 作为一部都市时装剧不单演员之间的CP感很重要 其服装造型同样极具话题讨论度 拥有奇异果平台的御用拍摄班底 这部剧理论上在质量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然而它还是有一些显眼的小瑕疵让人不得不提 12月3日《以爱为营》爆出一组白露的拍摄路透画面中 表情惊诧的白露站在一个大型商场内 然而它的穿搭和背后的金色吊顶却形成了鲜明反差 从群眼路人的羽绒服能看出天气很冷 而白露的短靴搭配统裙造型不仅和上衣颜色相当不搭 同时显得涂里涂气 不知剧组是经费紧张还是有执念 白露在另一个造型中依旧是短靴出场 只不过搭配的衣服变成了黑线衣配黑裙 这个造型很明显不会是职场人的打扮 更好玩的是因为拍摄角度关系 白露低头走路的样子竟然神似网红晚晚 第三个造型还是在商场内拍摄的 此时的白露终于换成了长筒靴 但还是能看出鞋不太合脚 而白露的驼色职场造型又是鹿半截腿 这真心让人质疑负责服装的工作人员 到底懂不懂穿搭 懂不懂职场 网友看完白露的这三款职场造型 也是开启群嘲模式 除了表示造型吐气 甚至有人以羊球的语气 希望能给美女整点好看衣服 白露自己在这部剧中应该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 否则按照她的审美 绝对穿不出来这种奇葩造型 其实在以爱为赢的原著错聊中 白露的角色设定是一位出入锋芒的美女财经记者 很多人应该一下子就想到了二套的知名财经记者秦芳 从秦芳为数不多的全身照中 还是能看出其造型充满了落落大方与直性优雅 丝毫不像白露的造型这般敷衍了事 白露在这部剧中的其他造型也是槽点满满 总结下来就是 白露演的角色根本不像记者 反倒像一个只会恋爱的傻白甜 从这个角度看 这部剧应该不会取得太大成功 虽然有王鹤蒂的《苍蓝绝绿镜》 但这种伪玛丽苏电视剧 完全是在碾压观众智商 最后还是希望白露在未来慎之又慎 因为她丝毫不比同期小花、赵露丝和于书心差 她觉得只是一个好剧本及完美的剧组团队 也希望国内的影视剧能够注重角色服装的贴合度 这既是尊重观众 也是尊重所诠释的每个职业